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从古到今 长寿一直是人们日益追求的话题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想自己的生命延长几十年 再看一下大千万物 可是啊 我们不管怎么样做 都无法向上天再接五百年 只能够维持身体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 养成长寿体质 一 饭量减少和寿命的关系 根据美国国家衰老研究中心 科学团队 以及医学研究人员 对于恒河侯多项研究结果 综合分析角度来看 适当降低饮食量 或许有助于延年益寿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国外大学研究院 对于恒河侯为研究对象 开展了一项独立性长期研究 在研究过程当中得出结论 用恒河侯为对象的原因 是因为人类与恒河侯当中存在90%以上的基因物质衰老方式 以及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根据临床医学上最新调查研究数据显示 每天减少饮食量30%的猴子 最长寿命可以达到40岁左右 甚至已经超出了该猴子平均寿命20岁 在30岁以后 猴子的外貌以及行为会出现衰老的痕迹 但是减少饮食量衰老并不明显 减少进食量的恒河侯 不仅外表上更加年轻又活力 而且身体素质比较健康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降低53%以上患有心脏疾病的风险 糖尿病的发病率基本可以控制在零 医护人员以及养生达人经常建议 大家吃饭要保持七分饱 那么七分饱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对此还不清楚的话 不妨接着往下看 二 七分饱的感觉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 要想维持身体健康 吃七分饱更有效 有助于促进肠胃的蠕动速度 吸收更多营养物质 减少对肠胃带来的负担 避免肠道受到压迫 根据个人素质 自身感觉良好舒适最为合适 七分饱指的是肠胃的感觉 还没有被完全填满 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 主动进食的速度相对于来说比较慢 在这个时候 人会习惯性地再去吃一些东西 如果不能把餐盘撤走 会导致越吃越多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感觉到胃里已经被填满了 再吃一些也不难受 遇到和自己胃口的食物 还是想吃这样的感觉 是八分饱 若是勉强还可以再吃几口 不过每吃一口 都感觉肠胃要爆炸了 这已经说明到了九分 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 每天吃七分饱 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肠胃消化道的负担 对于身体健康 也会起到一定的理想 更有助于促进身心健康的发展 维持血糖以及血脂的指数 在日常生活当中 控制好热量以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 长期坚持七分饱或者八分饱 更是有助于延长自己寿命 养成长寿体质 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三 不爱运动 为什么寿命缺更长呢 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长寿大国 2022年 日本本土百岁老人 已经达到了八万多人 家住福田市 且年满119岁的田中加奈 也是2020年1月2日 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定为 存活在世的最高领老人 在全球国家当中 日本人的身体健康素质是最好的 而且他们也不爱运动 有数据显示 70%以上的日本人都不爱运动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寿命最长呢 可能与以下几种原因是相关的 日本人一日三餐是定时吃的 而且做饭非常简单 通常情况之下 大多数家庭会选择几片生菜 以及几块肉 米饭 喝一点味噌汤 就可以完成一顿饭了 不过与中国人相比 日本人的饭量确实小很多 就算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饭量也很小 而且他们吃饭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讲究细嚼慢咽 更有助于食物消化 日本人对于健康是很关注的 一天内的饮食目标是要吃多种的食材 每一顿饭必须要丰富多样化 虽然餐桌上的食物很少 不过种类齐全 包括新鲜蔬菜与水果 肉食 豆类 鱼肉 米饭 面条等等 在另一方面来想 每一顿饭吃得丰富多样化 可以完全为身体摄入不同的营养物质 完成生命机构所需要的能量 三 保持饮食清淡 在日本这个国家 很少看到日本人在炒菜的时候 会放大量的油 而且就算是放了油 也会放入吸油纸 把油粉吸干净 大部分会采取水煮或者凉拌 清蒸的方式 最大程度上 能够保留原有食物的味道 以及营养成分 更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发展 养成长寿体质 避免身体肥胖 减少患有慢性疾病 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四 最喜欢吃鱼肉 任何四面环海的国家 每顿饭都少不了海产品 他们认为适当地吃一些鱼肉 会更有助于养生保健 日本人平均每年每人吃鱼的量 已经达到了100多公斤以上 而且海鱼当中富含高营养价值 低热量 微量成分 以及维生素 蛋白质比较多 更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发展 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 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 日本人每顿饭都会吃一些海产品 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矿物质元素 以及食物性纤维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补全各器官组织 所需要的营养物 加强营养补给 四 老年人想要养成长寿体质 应该怎么吃呢 一 每天早晚适当搭配全骨类食物 根据营养学家研究结果公布显示 适当增添全骨物类食物的摄入量 更有助于维身体保健 保驾护航 建议中老年人 在早晚餐当中 把金面主食替换为全骨类的主食 相比较而言 每天吃一半的骨物类食物 能够有效地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癌症的死亡概率 喜欢吃全骨物食物的人 能够降低患有冠心病的发病率 有效预防脑中风 以及血管堵塞 延长老年人生活寿命 二 一日三餐 规律进食 在调养身体的过程之中 一些正确的饮食技巧 是应该掌握的 特别是一日三餐 规律进食 这是十分关键的 人到了固定的时间就会产生饥饿感 胃酸分泌出来进行食物的消化 需要及时进食 这样才能维持胃部功能良好的状态 部分人一日三餐不规律进食 这样容易导致健康受损 甚至出现胃溃疡 如果想要保证健康 一日三餐就要规律进食 三 早餐吃得好 想要维持身体健康 就应该掌握正确的饮食技巧 早餐需要吃得比较营养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餐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补充 一整天的精神状态都会变差 如果早餐可以获取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精神状态会变得良好 而且能够促使胆汁的分泌 参与到食物的消化 这样对于很多疾病预防是有帮助的 因此 想要防止健康受损 缩短寿命 应该注意早餐吃的营养 四 更加营养地吃肉 大多数的老年人 会被网上的错误信息所扰乱 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 大多数人到了中年以后保持吃素 少吃肉 避免身体肥胖诱发慢性疾病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 这些疾病的来源 主要来自于食物当中的脂肪含量 如果摄入脂肪含量过高 那么血管内壁会逐渐堆积胆固醇 以及油脂成分 引起血管堵塞 心脑血管遭到破损 人上了一定年纪 身体更需要更高的营养价值 来提高身体素质 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预防慢性疾病 以及其他疾病 如果长期吃素 这会导致身体当中 其他器官组织 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 诱发疾病 更是不利于养生保健 也不利于养成长寿的体质 所以建议中老年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健康吃肉 不妨多吃一些鸡肉 以及鱼肉 热量低的 而且蛋白丰富 更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发展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川频道 别忘了点点关注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